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问问Christine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 Christine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吃硬的东西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啃那个鸡爪 然后就一直狂啃它 所以我觉得是吃硬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有因为这样的牙齿排列比较不整齐 有 所以我有做过教程 是 瑞希呢 我觉得应该是吸手指头 因为我小时候就会有吸手指头的习惯 久了之后就感觉门牙传会有点爆爆 所以你的个人切身经验就是 宝儿呢 我觉得是三耶 吃硬的东西 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牙齿还没有发育整齐 就很爱吃糖果 然后糖果不是我们都会咬它 对 然后或者说比较硬的水果 那可能就会造成说可能 牙齿就开始会乱掉或怎么样 是 廖医师 所以吃硬的东西跟吸蕴手指头都有人选 那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OK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吸蕴手指头 那目前我们认为有一些不良的习惯 其实确实会影响到牙齿的排列 是 除了这个吸蕴手指头之外 还有没有哪一些原因 可能也会造成这个牙齿排列不整齐 OK 目前来讲 我们觉得主要会造成牙齿排列不整齐的原因 可能来自于遗传因素为主 那当然一些环境的因素 包括先天环境因素 有些人他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全身疾病 或者局部的疾病 比如说唇恶劣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后天环境因素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吸蕴手指头 那有些人会习惯咬铅咬指甲 或者是他原本在小时候乳牙没有照顾好 提早脱落甚至外伤等等 都会造成他的牙齿有一些排列不整齐的问题 是 所以有分成先天跟后天这两大因素 刚刚其实现场的观众 你们都有提到就是说有去做过牙齿矫正 保安你现在就有在做吗 对啊 我正在做 是 为什么会想说要去做牙齿矫正 因为工作需要 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本身家里 可能有我觉得是遗传关系 因为像我妹的牙齿也是两排的 就是重叠 然后我其实蛮羡慕 就是大家可能牙齿笑出来是一排的 因为门面其实也蛮重要的 所以就想说还是矫正一下比较好 是 那瑞希呢 因为我本来就是小时候就有爆牙 然后就是侧面看起来会凸凸的 然后就是会有点像牙齿 小时候被人家笑像牙齿 然后后来就想说去戴牙套 嚼身比较好 所以小时候因为被人家笑 会比较没有自信 对 小时候笑的时候都会捂嘴巴 就不好意思这样子 你是什么时候去矫正的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现在很敢自信的漏牙齿笑了 现在比较有自信了 对 是 Christine 你呢 以前的时候我有虎牙 然后因为側角度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一颗虎牙突出来 然后这边的时候又会看到它 我就觉得它是不是应该要进去一下 所以我就去做牙齿就是矫正 真的虎牙 所以你不喜欢 可是像靖茹人家日本人 很喜欢这个小虎牙 而且有些人还会特别去装这个虎牙 对 我就是有看到那个报导说 其实有些日本的女孩子 她还特别要求医生说帮她做 像虎牙突出来这样的牙套 那我刚刚跟廖医师聊 廖医师你说牙齿矫正的时候 是也会故意把那两颗 反而矫正的出来这样是吗 我想就是每个地方 她们对于一些美的 或者审美观点的看法不一样 那当然以国人来讲 我们普遍会希望是牙齿整齐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些日本的女孩子 她们喜欢比较可爱的 会希望特别要求矫正医师 保留她原本虎牙的这样子的特色 尤其是一些那个明星艺人 尤其是女艺人 然后像什么 好久以前那个松田圣姿啊 或什么都还蛮可爱的 是 像廖医师 如果说这个牙齿排列不整齐 除了影响这个美观之外 它还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受到影响吗 我想其实牙齿排列整齐 最大的好处就是牙齿的清洁 相对会变得比较容易 那当你牙齿排列非常的凌乱不整齐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造成蛀牙的问题 牙齦发炎 甚至引发进一步的牙周病 那第二个就是 当我们牙齿排列整齐的时候 它会让你的咬合 以及咀嚼功能变好 那当然也会让将来整个消化吸收 会有一些改善 那最后一个就是 其实有些特别形态的一些牙齿咬合异常 其实会影响到发音的 那常常我们会发现有些人 他门牙有缝了 我们就觉得 他讲话会漏缝 那确实有些状况会有一些影响 是 刚刚廖医师有提到 就是说咬合不振 很多人都提到说 这是跟小时候乳牙没有照顾好有关 是真的吗 其实我们有 之前有做一些研究 那发现国人普遍来讲 乳牙的一个蛀牙的比例太高 那其实乳牙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帮将来的痕牙去 占据位置 让痕牙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长到比较好的状况 所以当然 当乳牙有一些严重的蛀牙 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 提早拔出以后 如果没有把这些空间维持下来 确实就会造成后续痕牙 长的位置不对 而造成一些咬合不振的问题 是 那像我们有这个 例如说 亲戚的小朋友 他就是正在就是国小 可能一二年级 然后正在长很齿 乳牙正在脱 可是他那个门牙好大 然后乳牙好小 我们都觉得说 那惨了 他长一颗门牙 我可能占据了两颗这个 小小的这个乳牙 该怎么办 ok有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换牙当中 这暂时性的前牙涌集 他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因为我们牙齿原本大小 还有做一些调配 那当然我们目前来讲 会建议了 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些调整 要不要做什么特别处理 还是交给专家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会建议是 当小朋友 他上下四颗门牙长齐了 其实可以带到专业的矫正医师 诊所去评估 需不需要去做矫正治疗 嗯 是所以还是爸爸妈妈 不可以轻呼 是的 如果说像这个矫正牙齿 他的费用高吗 然后一般 例如说有分类型 你怎么矫正吗 OK 其实目前来讲 普遍的矫正治疗费用大概 从十万到数十万不等 那主要的差距在于说 矫正装置的种类 那看是要装在外侧舌侧 或者现在有一些所谓的隐形的 矫正装置 那当然再来就是看矫正的一个方法 跟类型 那有些人他矫正合并一些所谓的手术的时候 就会让整个医疗费用相对又比较高 所以才会有那个价差十几万到数十万元不等 这样子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才需要去矫正啊 廖医师这边也有帮我们准备了一些资料 OK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看到矫正有几个不同的类型了 那第一个是所谓的第一类咬合异常 那这一类的患者呢 通常他们的眼面外观是还不错的 比例正常 主要来自于这些牙齿严重的排列不整齐 那所以在经过一些矫正治疗以后 他就可以排列到一个比较整齐的一个位置 OK 所以像他这个 刚刚这个他是用这个牙套把它去处理吗 是的 就是装牙套 然后借助一些拔牙腾出来的空间 把这些凌乱不整齐的牙齿重新固定到新的位置 这样大概治疗多久 好神奇 你看这个左右两边 对啊 像这个患者大概治疗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就可以恢复到这样 那这样这个投资还蛮值得的 是下一张是 OK 那再来是所谓的第二类的咬回异常 那这一类呢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所谓的爆牙 那比较明显特征就是这类患者 通常他的上面的牙床 以及他的牙齿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浅突的现象 或者下巴他相对比较缩短 那像这个患者 他的上排跟下排牙齿大概前后差了快一公分左右 那经过矫正治疗 我们就可以恢复到他一个比较理想的外观 以及牙齿排列整齐的状况 像他这个爆牙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是连他的牙龈都要一并处理吗 像他这个怎么处理 好 其实我们一般矫正 我们主要的是移动牙齿 跟局部的牙齿周边的一些齿草骨 那至于说牙肉的部分 要看每个人的状况 那有些人特别严重 确实我们在处理完这些牙齿的位置以后 他需要配合做一些牙肉的修整的手术 像这个爆牙 会不会跟刚刚上面那个牙齿排列不整齐 他需要的时间更久 其实要看严重度了 像有些时候比较严重 像这个患者 他的治疗时间就差不多经过两年半 两年半 是 但是好神奇 治疗完之后 连长相面相都有改变了 就都差很多了 所以这样的投资其实相当的值得 对 廖医师你算魔术师 没有 第三类是 好 那其实第三类的咬回异常 就是我们俗称所谓的互斗了 指的就是他的下巴的长度 相对的比正常人多出许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的例子 那这类的患者 通常他们的牙齿 在前牙的地方 有所谓的错咬或者是成为反咬的情况 那比较明显就是他的下巴 有个比较明显前途的一个情形 那像这样的治疗 当然以目前的技术来讲 我们可以用纯粹矫正的方式 就是借助一些牙齿的移动 调整他的位置 或者像这个患者 就是进一步 配合一些手术的方法 把过长的下额骨头 我们让他回复到正常的位置 所以做完以后 几乎整个颜面外观 也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所以他这个下额骨 是从哪里动到 口腔内 是从口腔内 所以外观上 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 那这样就好 不然对女生来讲 那个压力好大 所以牙齿矫正的学问 真的很多 利用的工具也很多 不知道说现场 你们有什么 牙齿相关的问题 要请教廖医师的 是宝儿 刚刚有看到啊 就是爆牙 他算是先天性 还是后天性造成的 OK 其实很多人也是 会询问我们这样子的问题 那目前来讲 对于爆牙的 这个问题来讲 普遍认为 他可能跟遗传 也就是他先天的一个因素 占比较大多数 但是也有一些后天的因素 可能会造成爆牙问题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如果你有习惯 吸手指头的一些习惯 确实他会造成你牙齿后续 在形成的萌发的时候 位置是不对的 那或者是早期的时候 小朋友他的一些外伤 撞到乳牙以后 进而影响到他底下 横牙牙胚的一些生长 那也会让他有一些 爆牙的问题产生 是 所以就是只要例如说 不管是外力或什么 你只要观察不对劲 就赶快去就医就是 对 靳如像牙齿矫正 除了刚刚廖医师说的 这些好处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 我们没有想到的好处 其实医师我采访过程中 医师也说过像有一些 三四十岁的人 他因为那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去看医生 那医生就跟他说 可能他在那个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青少年 或者小时候 他都习惯性 因为可能牙齿 那个就用那个呼吸 就是用脏嘴巴呼吸 对 然后就就是所以 其实说不定他那个时候 牙齿如果去矫正好 他长大以后 可能就不会得到 睡眠呼吸中止症 我知道 廖医师您的看法 OK 其实目前来讲 有些比较严重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的病人 他们确实会配合一些 症二手术的方式 那借助一些骨骼位置的一些改变了 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些 零星的一些个案报告 在一些小朋友 如果说我们再早期配合一些 所谓的上额扩张器的治疗 甚至可以改善他一些 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以外 甚至有些尿床的情况 也进一步的产生改善 哇塞 连治疗 连尿床都能够改善 对 不过这些就是一些 零星的个案报告 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证据 去做一些佐证 是 其实牙齿矫正呢 除了会影响口腔的外观 有没有哪些食物是不能吃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